我国第一颗自制气象卫星裂缝者 今天正式完成起运仪式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 都一同来到新竹的国家太空中心见证 裂缝者卫星自制占比高达82% 象征我国具有独立打造卫星的实力 带您来听一段总统蔡英文稍早的致词 裂缝者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那来自于我们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的信实 它拥有驾驭风浪的能力 正象征这颗气象卫星被赋予的使命 另外令大家引以为傲的是 联锋者卫星从构想设计到制作 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制造 这颗卫星有八成以上的关键元件 都是由台湾研发制造 并且超过20个国家 20家国内的研发单位厂商共同参与 更重要的是它搭载的就是GNSSR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讯号接收仪 我在家里练很久 也是由台湾自行研发出来的 裂缝者卫星证明了 以台湾的半导体精密制造的优势 绝对有能力进军全球太空产业 裂缝者卫星今天起运到桃园国际机场 下午进行入舱作业 接着将搭乘明天早上6点50分的班机 运送到位于中南美洲的法属归亚纳发射场 预计9月搭乘亚利安公司的火箭升空 未来将提供中低维度海面封场资料 可以针对剧烈天气 像是台风的生成 提供重要的气象观测数据